念这一句佛号里头有很多夹杂 夹杂什么东西你自己不知道 底下这一句 世心做佛太重要了 你为什么不念佛了 念佛念得自在 念得相应 那越念越欢喜 越念越快乐 知道啊 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法 跟自己是一体 这世心是佛 世心做佛 这两句话你就正得了 那就是你的境界了 这个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司徒他生哪一图啊 他生十报专业图 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花开见佛 就正无声法人 那是什么呢 真的阿波约之菩萨 一点都不想 如果没入这个境界 也能往生 叫待业往生 这是这个法门 无比殊胜 八万四千法门 没待业的 只有这个法门 准许你带业 带业往生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方便图 同居图 同居图 就是我们这边六道 方便图 就是我们四神法界 可是西方的 这个这个 同居跟方便 跟我们这不一样 我们这里有障碍 等次不一样 见不到 西方极乐世界 是平等世界 没有障碍 这个好比 我们在学校念书 小学 中学 他不许在一个学校 小学生 不能到中学去 中学生 他也不会到小学来 小学里头 还有班级不同 同一个班级是同学 不同班级 虽然是同学不常见面 他不在一起上课 极乐世界很特别 小学 中学 大学 在一个教室上课 是天天见面 真的是同学 小学12年级学生 跟研究班 12年级的大学长 这是兄弟称呼 同学 天天见面 这是极乐世界 不可思议的地方 社防世界 没有这个状况 没有这种信心 殊胜了 随极乐世界 一生 一切生 就是 你生 凡生 同就土 好像同时也就 生方便土 生是宝土 这是为什么 释迦弥陀 劝我们往生 受访世界 祝福 也劝我们往生 道理在此地 我们这一生 要是不能往生 怎么对得起 释迦 怎么对得起 弥陀 怎么对得起 释放祝福 这个话 句句都是真话 所以这两句话 是心是佛 是心做佛 说尽了 下面 这是 黄帝老的话 你看 本来是佛 心又做佛 事故当下继伏 这个话 不是鼓励我们的话 这个话 是实实在在的话 问题在哪里 问题我们自己 不敢当 我们自己 不敢承认 不敢当 不敢承认 是对的 怎么是对的呢 本来是佛 这么一话说了 这话是真的了 是献又做佛呢 你是有名无识 念阿弥陀佛 想做佛了 这句佛号里头 有很多疑问在里头 是真的吗 有很多问题在里头 有很多问题在里头 念这一句佛号里头 有很多夹杂 夹杂什么东西 你自己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呢 你愚痴 贪臣吃吗 你要不愚痴 你夹杂的 你知道 你愚痴 你夹杂的 不知道 所以你的功力 不纯 念佛当下 真的是佛了 因为你功夫不纯 你达不到他的标准 是向着这个方向 没错 达不到这个目标 怎样做到 不怀疑 那就得看破 我出修佛的时候 老师教我看破 放下 看破就是明了 把四十真相 搞清楚 搞明白了 像我们中下更新的人 只有在经教里头 慢慢的明白了 搞清楚了 明了之后 你就很容易放下了 你就自己知道 不放下是错了 大错 他错了 为什么我要放下 因为他本来没有 他全是假的 凡所有相 解释血网 万法皆空 到长济光进土的时候 英国也空了 这个中也知道 到长济光 英国就没有了 舍暴图里头 还有英国 所以佛门里头 有一句话说 万法皆空 英国不空 在舍法界里头 英国不空 其实 舍暴图 还是英国不空 到长济光 到长济光 就没有了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 请 吧 平 天 车 她 在